Hilax 这个车型在马来西亚市场是一个非常家喻户晓的车 就算你没有做过这辆车 就算你没有开过这辆车 你应该也听过它的名字 因为马来西亚的农业还是非常重要 所以本地的人对于皮卡的依赖是非常高的 而Hilax 就是其中最受欢迎的车款 在不久前 海外市场刚刚发布了Hilax 的第二代小改款车型 它不只是在外观的细节上做出调整 它的内装配备也有很大的升级 而在前几天 UMW Toyota 正式宣布了这个第二度小改款的 Toyota Hilux 来到了马来西亚市场 并且开放预定 今天我们会带大家去看看 这个二度改款的Hilux 到底改进在哪里? 强在哪里? 虽然说是小五改款 可是这次小改款 Toyota 还是花费了非常多的心思在这个Hilux上面 我们最先看到改变的地方就是它的头灯组 原本的头灯组其实已经内建了这个Projector和LED 但是呢 这次原厂再一次在这个头灯组那边进行的一个改良 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头灯组更为精致更为时尚 同样的搭载的也是LED 另外整个前连呢也有着相当大的改变 前面的这个 这个胡须式的防刮材质呢 让这个Hilux看起来其实相当的man 然后至于车尾呢 同样的也是采用了新的LED光调作为设计 所以我们从肉眼上面一看就可以看出 这个小改款前的Hilux 跟小改款后的Hilux 有什么差别 当然这个只是外观的差异 内装方面它的差异也是相当的大 内装乍看之下好像和小改款前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呢 原厂还是针对了这些细节啊 质感上面做出升级 让这个Hilux 的内装变得更有质感 首先就是仪表 仪表进行了重新设计 看起来更为精致 再来就是海外版的Hilux 搭载了一个8寸的触屏主机 并且支援这个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本地版有没有呢 其实是有的 官方已经公布了 本地版的这个Hilux 同样也是支持这个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只是暂时还不清楚这个荧幕的尺寸 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啊 这个Android Auto 呢 其实并没有在马来西亚市场公开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使用这个Android Auto 的话 你必须自己去找这个APK 会有一定的风险啦 这个是大家自己要去拿捏的 再来一点就是这个Hilux 的内装 竟然有了气氛灯 这个气氛灯的设计 其实在Toyota 的车款上面是比较少见的 就算是Camry 都没有 而这一次我们居然在这个Hilux 上面 看到气氛灯的设计 所以可以看出啊 这个 现在的皮卡已经越来越 往这个Lifestyle 的方向先去了 像是之前这个Trydon 啊 还有这个Ranger 等等的车型 都已经越来越生活化 越来越时尚 所以这次Hilux 也跟上了这个步伐 不得不说的是啊 有了这个气氛灯的Hilux 内装 看起来真的不像是一款皮卡 更像是一款房车 我个人是相当喜欢这个内装设计的啊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呢 可以欢迎你们在这个影片的下方留言 让我们知道哦 除了这个内装细节上面的升级 Toyota Hilux 小改款也跟上了一个潮流 因为现在是这个互联网汽车的年代啊 什么东西都跟互联网有关 所以车辆的这个联网功能呢 也是相当的重要 所以在这一次Toyota Hilux 小改款上面啊 原厂添加了一个叫做VTS的功能 这个功能是一个模块 它可以侦测你的车子的实时定位 并且通过手机的软件来和这个车子进行联动 你可以用你的手机获取车子的信息 这个是目前很多的所谓的互联网汽车都拥有的功能 这次Toyota竟然跟上潮流 不错哦 值得一提的是啊 在早前发布的这个全新RAV4 同样的也是拥有这个功能 再来一点就是它的安全配备 Toyota Hilux 这一次终于拥有了Toyota Safety Sense 你是不是很惊讶 一款皮卡哦 竟然有那种先进的安全配备 在Hilux 上面的Toyota Safety Sense 主要有三个主要功能 一个是这个车道便宜警示以及辅助功能 就是在你驾驶的时候 如果系统侦测到你便宜车道 它会自动帮你修正并且给你警示 第二点就是这个主动式的定速巡航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时常在高速公路驾驶的人 并且进行长途旅行 那么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就非常的有用了 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 在时速30以上就可以启动 它可以和前方的车辆保持一定的距离 而你不用去担心这一个油门和踏板 它可以就是维持安全的距离 这样的行驶是一个非常方便的配备 不过建议各位啊 这个安全配备呢 你还是当做一个辅助就好 千万不要去100%相信哈 至于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前方撞击易景功能 这个前方撞击易景功能 它只要侦测到前方有车辆 你和车辆相当靠近 但是你还没有刹车的动作的时候啊 它就会给你一个提示 警告你你和前方的车辆太近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刹车了 不然很可能发生碰撞 我个人觉得啊 这个前方撞击易景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配备 因为现在很多人开车的时候喜欢玩手机 前方的车辆停的你都不知道 所以呢 这个功能就可以提醒你 在这个情况下 不会撞到前面的车辆 不过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啊 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玩手机 安全第一 其实在小改款之前的HILUS 顶级版已经配备了7个气囊 还有像是VSC等等的安全配备 虽然说这一次第二度小改款的HILUS 官方还没有公布详细的配备啦 但是相信这个7气囊应该是跑不掉的 甚至有可能7气囊会下放到 次旗舰车型 也就是个2.4的顶级版本 不过这些我们都是要等待官方的公布啦 在这个主要对手 Ranger 还有 Triton 的配备 越来越强的情况下 我们相信这个Toyota HILUS 第二度小改款 在配备上面应该会有更大的升级 来和这些对手抗衡 接下来 我们要讲到这一次改款的重点 也就是车辆的悬调还有操控表现 自从这个Toyota 的新社长 风天章囊上任之后 他就自力把这个Toyota 公司导向运动化 之前的Toyota 车款 最大的优点就是他没有个性 谁都可以开 可是在新一代的Toyota 车款上面 他的个性是越来越强烈 现在就连HILUS 这种商用车都难以幸免 在HILUS 正式发布之前 Toyota Guzzu Racing 的车手 也已经为这个车款进行了预告 表示着这款车的操控表现 精进程度很大 因为Toyota Guzzu Racing 的部门 针对这辆车进行了调教 所以以前你会觉得 这个HILUS 手上摇摇晃晃 后悬调很硬对不对 这一次原厂表示 这个悬调有非常大的进步 以往的这些表现完全不见了 它更像是一辆运动化的皮卡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连HILUS 都有个性 现在的Toyota 在干什么呢? 就是运动化了 另外也有传闻指出 未来HILUS 会有这个GR 的运动版本 只是这个暂时只是一些路边色的消息 还没有办法被确定 如果我相信未来有这个运动化版本的HILUS 会买的朋友应该会更多 而这个RANGER RAPTOR 也终于有对手了 在之前 Toyota HILUS 搭载的这个2.8L 的 柴油涡轮增压引擎呢? 最大马力是177PS 峰值扭力450Nm 我们看这样的数据虽然说不错 但是如果和新一代的皮卡 像是这个RANGER 的2.0 双涡轮 柴油引擎相比呢? 它的马力就逊色很多了 在经过重新调教的2.8L 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从原本的177PS 直接升到204PS 峰值扭力也从450Nm 变成了500Nm 当然 它的变速箱还是60度的自排变速箱 那么它的加速表现怎样呢? 根据之前 Toyota官方表示 第二度小改款的HILUS 它的0-100表现加速是低于10秒的 也就是说它的加速表现比这个RANGER RAPTOR更快 新人的Toyota 终于回来了 而且是在HILUS 上面 重点是 我相信 如果你是改车Gaqi 的话 这个Toyota的Engine 刷一下电板 再升级一下啦 你要获得更高的马力 应该也不是问题 所以这个新的Toyota Engine 相当值得期待 只是在这个2.4的版本上面 马力幅度并没有改变很大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的重点都是在这个2.8公升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目前UNW Toyota 已经公布了这个2020 Toyota Hilux 的售价 和之前相比 这个2020 Toyota Hilux 的售价其实是有上涨的 可是考虑到这些升级幅度 这个上涨空间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这个车同样的也是有5年涡轮地啦 至于这个车子值不值得 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升级其实是相当有诚意 尤其是动力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 这个是重点 而且操控表现也有精进 对于马来西亚市场来说 这个 Hilux 始终是第一选择 很多人讲到皮卡始终的小孩子想到 Hilux 你不信? 你可以点击上方的小费点 看看之前我们做的街头访问哦 不知道你对这个 Hilux 有什么看法呢? 我个人觉得这款车在发布之后 要继续巩固在本地这个皮卡之王的地位应该不难 未来其他的皮卡车型 他们应该会稍微辛苦一点 但是有竞争才会有进步 这个对于有消费者来说都是好事 在 Toyota Hilux 升级了这个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之后 我们可以期望未来其他的皮卡 同样的也会有这些先进的安全配备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是 Ivan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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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